今天稍早大概三點零三分的時候 觀眾朋友的手機應該有一連收到 大概兩到三次的國家級警報 那這個內容呢是寫到說 中國發射衛星而且飛越了我們南部的上空 要請民眾注意安全 因此呢相關目前所掌握到的最新情況 我們要先連線給馬玉文 來告訴我們最新的情形 玉文請說 好 從觀眾取一點來關心 相信在下午的三點零四分左右 民眾的手機都小了大概兩次左右 因為都收到的是國家級的警報 而這國家級警報的內容呢 提到的是防空警報 上頭寫的是說 中國於三點零四分發射的衛星 已經飛越了南部的上空 還特別提醒民眾要特別來注意 如果發現不明的物體呢 要趕緊通報警銷人員來處理 多值得關注的就是 在這個簡訊的內容裡頭 有一個所謂提到的英文 但是MISO這意思呢就是飛彈的意思 因此這封簡訊在發出來之後 引發了也觸動大家的敏感神經 因為現在就是選前的倒數四天 怎麼會有這樣的 國家級警報的簡訊發出 而且疑似是有飛彈的這樣的狀況 目前在稍早的時候 國防部也做出了最新的說明 國防部表示呢在中共在 四川的西昌的那個衛星發射中心 有執行運載火箭 而且搭配衛星發射的任務 他說呢這個火箭的飛行的這個路徑 是經過了我國的西南空域的上空 這高度的位置是在大氣層外 而國防部就特別來強調說 這個發射的是衛星不是飛彈 目前國防部也運用聯合停針間的方式 掌握了周邊相關彈造的動態 以及軌跡等相關的資訊 不過在大家來關注到的是在立法院 因為今天有質詢 行政院長陳健也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也被問到了相關的議題 而這個國民黨立委林維洲就表示說 上頭簡訊提到的衛星的英文打成飛彈 騙台灣人不懂英文嗎 還說呢這個發射衛星造成了發射飛彈 民進黨是不是故意要來用這樣的方式 來誤導這個選情 第一時間在這個簡訊發佈的當下 實際上在國防部的網站 還一度當機進不去 不過目前我們剛剛查看了 在網站的情況已經恢復了 而在中國部分的說法則表示說 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使用長征號秉運載這個火箭的方式 成功用愛因斯坦探針的衛星式 成功發射來升空 目前發射的任務已經圓滿成功了 但由於現在這個簡訊出現的時間點 就在選前的四天 因此也格外引發注意 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狀態 好剛剛我們透過電話聯繫 已經聽到了一文大致上跟我們整理了 在這個稍早三點零四分 在我們的這個警報發布完之後 現在目前國防部 甚至就是立法院的一些最新動態 那事實上呢 我們也為您整理了一下 因為中國的海事局呢 其實大概從這個月 也就是前天的時候就已經公告了 說會陸陸續續來進行實彈射擊 因此呢今天這一枚 呃衛星所發射的時間 是格外引人關注 那麼同一時間呢 我們另外一位記者 現在人也在電話線上了 我們要連線給尤濤 來帶我們掌握一下 在這一次國家警警報大響之後 我們現在所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尤濤請說 OK各位觀眾可能今天大家呢 其實都對於這個警報呢 是非常的緊張 那麼其實呢 剛剛國防部呢 最新聲明也表示喔 他們偵測到的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中共 位於四川百舱衛星發射中心呢 所發射的一種 某種載運火箭的 這個衛星的發射任務 那高度呢 大概是位在大氣層外 那麼國軍呢 目前呢 也在聯合的監控當中喔 總統上以為呢 其實剛剛也正好在南部 來進行補選喔 但是呢 他在這個場上中心 聽到警報的時候呢 他是立體的 來向當地的一個長者 表示沒關係 總統在這裡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都會跟大家站在一起 而且他也澄清 那是衛星不是飛彈 是 尤濤 導播請先不要幫我切掉 尤濤的電話 因為我這邊有幾個問題 要請教一下 除了剛剛尤濤講到的 這個國防部的最新回應之外 那 現在中國發射的這一枚物件 您能不能再幫我們掌握一次 到底確切的這個 發射的物件是什麼 尤濤 除了其實這個 國防部掌握到的這個 衛星發射中以外呢 其實在剛剛呢 中共方面呢 也發出了這個新聞稿 他們表示 這次發射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3點03分 就是在這個西昌衛星 呃 衛星發射中心所使用的一個叫做 長江二號餅的彈運火箭 那他們成功呢 將這個愛因斯坦探偵衛星發射升空 那目前已經進入軌道了 那他們其實也表示呢 其實這一次的任務 是長征系的彈運火箭的第506次飛行 是尤濤 其實剛剛我也跟觀眾朋友整理了一下 因為呢 近期在中國的海域附近 他們也進行了部分的實彈射擊 那在衛星的部分 這兩天有沒有什麼樣的發射行程呢 尤濤 好 其實中國在5號的時候呢 使用了一個叫做快舟一號甲的載入火箭 用這個一鍵四星的方式呢 把天目一號給發射升空 那他們也表示 這是中國航艦2024的首次發射 那其實在中國方面也指出這個天目一號 主要是用來提供商業跡象的數據服務 不過呢 我國防部也指出這恐怕也是灰色作戰的一部分 畢竟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最近因為台灣大選倒數了 那中國方面呢也是動作頻頻 除了這個今天的這個 載入火箭發射的任務之外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有不少的這個 航空氣球呢 是不斷的在我國的這個 海峽中線在這邊逾越進行飛行 所以國防部呢 目前也是嚴正以待的